我是請今天的主持人 陳曉昆 那我有一些志工會四月底比較忙 所以他們會慢一點來 我是陳曉昆 那我就開始進入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是陳曉昆 那之所以會有今天的主題 主要是因為我們在CADES 然後有一個機會 然後我提到我自己報告 有關於我自己接受安全 學教師評鑑 因為我在台大每五年要評鑑一次 老師要被評鑑一次 然後我就在談那個 我自己被評鑑的經過 最近的一次的經過就是 沒有被評鑑通過 就不通過 之前我只聽過外文系 由外傑老師評估評鑑的問題 我聽的是張曉昆老師 他有一次提過 但我不知道內容是什麼 因為在台灣目前的狀況 無論是大學的老師要被評鑑 或者是要升等審查 各種的官員大學老師的資格 升等評鑑的審查 都是在各個的大學內 而且是由大學自己訂立的辦法 再授權給各學院 然後各學院底下可能有系 各系再根據院的辦法再訂一個系案吧 所以幾乎是不在我們一樣 比如說在同一個學校教書 可是我不會知道你遇到的情況是什麼 然後我說我被評鑑沒有過 別人也完全不可能知道 到底原因是什麼 所以所有東西就算我講 或是平常這樣分享 如果沒有仔細去看那些資料 比如說你提了哪些論文 我在這幾年後年當中 我在參加過哪些演討會 我為什麼選擇參加這個會 然後為什麼做這個發表 那我為什麼參加國際性的喜愛的發表 為什麼有參與這個專書寫作的機會 然後這些發表為什麼有的被肯定 有的時候被某些審查委員作定 然後不通過像有經驗的人 不管是怎樣的不通過 都是因為部分的東西沒有被接答 那這就使我產生一個很長期的 因為我也關心台灣的文化 教科文化這方面的質疑 是在台灣來說是比較弱的一環 所以我就覺得我的經歷 剛好給了我很好的一個材料 因為這是最好的第一手田野材料 然後我就開始去了解到底 整個這個制度到底有哪些問題 然後我才發現 至少跟國際的這個整個的趨勢 其實是很大的波節 那因為在台北沙龍 會在台灣 尤其在台北北部地區任教的 外國籍的教授 他們自己有組的這樣的一個沙龍 類似我們今天各種沙龍 但那個沙龍 外國籍教授 他們做的是每個月一次 那在第二頭 都每個都認識的 西巴斯蒂安伊利教授 那我的法文實在是 真的是非常的不好 但是呢 我從這個初前的閱讀 跟他我做報告的那一次 他給我的理解 我才知道原來法國所看的 那麼多資料 連關於法國的 這些評鑑 升等制度的介紹 有些東西我不是光從 網路資料 或是書面的材料可以了解 所以我就會發現說 最好的交流 要認識台灣制度跟國外制度 到底有哪些類似 有哪些重大的差異 我們自己遇到什麼樣的問題瓶頸 很有必要做這種 比較型的研究 就是那種 comparative study 那如果只有我一個人聽到 那我就覺得 對大環境不會有幫助 所以我就特別希望 能夠安排今天這樣的討論 儘管這個第一次 而且是這麼的特別 跟看起來很冷門的問題 主題 但能有這麼多朋友 今天出現 玩來玩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起步 因為像我們跟公會辦的活動 高照的議題 大學的議題 通常多數的大眾 並不是那麼的熱切關心 那今天我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起步 首先呢 我就請今天主講者 Sebastian來 透過他參與這個 法國大學評議會 他會說明四年的經驗 那他今天會仔細地說明整個架構 然後之後我們再 接下來請周庭老師 以及工會的主席國主任 柏宜 林柏宜 然後我們再針對這個 法國大學評議的整個框架 再做一些交流 然後順便帶到 然後目前台灣在修教師法 裡面甚至會納入有關大學教師 生本評鑑 然後被之前啊 被評評區 或者等等 這些新的修法的內容 那工會正在同時 因為工會成立也才能幾年 等一下國會也可以自己介紹 就好不容易台灣有這樣一個專業的 大學教師團體的工會 那 柏宜他們工會 這個禮拜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們都在 努力的 在 就是 督復 立法院跟教育部 應該要透過更多的工庭會 然後參與 討論 不要急著把這個教師法 這樣大規模的修法 就送到立法院 然後現在立法院 甚至是禮拜一 就要開始居條審查 那這 這麼恐怖 這麼快速的發展 我們不能拋無所惜 那我覺得 大家今天這個機會 就是一個難得的交流 好 那我現在就把麥克風 交給斯芭斯蒂 那阿倫 你跟我介紹法國的情況 謝謝 大家好 大家好 謝謝 我不是這個方面的專家 所以我今天晚上就是 分享 一樣我自己的經驗 和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看這個制度 但是我們不做這個方面的研究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真的 所以是吸引你們 就是介紹 就是經驗分享 所以我參加了 這個法國大學 譬明會 就是我參加了四年之前的 我可能現在會介紹一下 這個譬明會的 就是什麼樣的 就是兩樣的紀錄 但是在左右的 之後我會 就是描述 我們在這個譬明會的 聚集工作 我們是做什麼 然後 之後可能會 按連這個 凡事 我們做的 凡事 理批判 對 每一個系統 我自己的 敷言 或自己的證明 敷言 也畢竟沒有 就是 應該有一個 比較客觀的 角度 所以 我們先談這個 評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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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物是什麼 呢 有好幾個 不同的人物 第一 就是 這個 我們說這個 qualification qualification 是一個 推出在法國的 系統 所以 對副教授和教授的 學術 資格 做一個 一種 成長 就是 到副教授之前 或者是 到教授之前 你先去 拿到 一種資格 所以 這個 資格 是通過 這個 法國大學 評議會 做的 這個 這個 評議會叫 C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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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tional University Council 就是 可以 所以 我可能用這個 CNU 比較簡單 CNU 也是 負責 這個 聖燈 所以 在聖燈 有一個 重要學生 它也批准 這個 學術的 學校 如果你想 就是 做的 CNU 也可以通過 這個 CNU 來 成績 它 也是 發放一些 研究的 補助 或者是 帶國學生的 補助 這個也是 重要的 一個 作用 它也有一些 對 職業生產的 決心 這是 它的 主要 方向 為什麼 有這麼一個 起步呢 就是在 發言 這個 最大的目標 是 避免 某個大學的 所謂 地方主義的 就是 有一些 國家的 大家的 一些 標準 不是 每一個大學 在 大的 每一個 小的 角落 裡面 可以 確定 大學教授的 資格 和 好 研究 的 標準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是 因為我們在 法國 都是 大學教授 我之後會看 大學教授 都是 公務員 所以我們 都是 國家的 教授 我們不是像 某個大學的教授 我們才是 我家的教授 所以如果是 我家的教授的話 我家裡面有 標準 通常一共在 這個大學裡面 有一個標準 不可能 我剛才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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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另外一個大學 有另外一種標準 這個是 不可能的 這個 評議會 的 成員 是 真的選出來的 為了 這個 評議會 有很重要的 作用 所以 選人 也是個 很重要的 實際上 就是 三分之二的學者 是 被其他的學者 選出來了 所以 是一種 選舉 的一個 過程 就是 就是 百分之 對 三分之二的學者 是這樣 選出來了 三分之一的學者 是這個 教育部長 會選出來了 這就是 可以問一問 解 為什麼 教育部長 會選擇一些 成員 呢 就 不是 民主好像 民主是 我們在 這個 系統的影響 但是 其實 有的時候 有一些 不平衡的問題 比如說 如果 選出來的人 都是 把你 或者是 利用大城市的教授 選出來的 也沒有地方的 就是 小的大學 或者是 一個 權利 就是沒有 做過的人 或者是 男女的 平等 是沒有的 就是 這個 這個 教育部部長 也 要找到一種 平衡 我開始的時候 我問我自己 因為我自己選擇 被選出來的 我不是動過選舉 也很選 就是 這個 教育部部長 我跟他沒有什麼問題 就是 我以前在我的 E-mail 心想裡面 受到的 教育部部長 那 E-mail 開設的時候 我以為是 一個大器 因為 一個片子 發給我一個東西 但是 實際上不是 是真的 發一個東西 所以 這不是 因為 政治方面的 北京 或者政治方面的 目標 完全是為了 矯正 一些不平衡 的東西 還有一個 重要的東西 就是 這個 正面當中 50% 是 副教授 50% 是 教授 所以 副教授 或教授 都應該是被 代表的 最後 比較重要的是 知道 我們是這麼安排的 因為 當然 這個 大學很多 教授很多的 所以當然先就是 創造了 一些的 建築地 比如說 什麼 人文科學 發育經濟 科學 醫學 等等 在每一個領域裡面 創造了一些 小的 身差小組 身差的小組 就是 一共有 77個 身差小組 每個小組 代表一個 水格 或者是 代表一個 轉影 比如說 我的情況 我在 這個 Area Studies 裡面 有一個 就是 專業 是 Area Studies Asia 和 中東和亞洲 就是 所以 我們的 身差小組 是 這個小組 為什麼 有 那麼多 的 身差小組 這個是比較重要 這個 談的一個 問題 第一 當然 就是 很現實的問題 就是 我們都能夠在一起 就會了 應該有一個 規模 相當 就是 比較小的 身差小組 才可以 真的 工作 這是第一個 因素 但是 另外一個 重要的因素 每一個 每一個學科 對 有 修 的 嚴重 不一定有同樣的標準 這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 如果你是學 無理學 或者是 數學 或者是 你研究 社會學 當然 這個 數學 無理學的標準 和社會學的標準 不應該是 一模一樣的 所以 這個是 是 很重要的 但是 社會學 和 文理學 就是 兩個 極端的 但是 實際上 哲學 和社會學 也不一定是同樣的標準 就是 area studies 和地方研究 和 社會學 也可能 不一樣的標準 誰知道 優秀 研究的標準 實際上 就是 在這個 專業 做研究的人 才知道 最清楚 才知道 所以 每個 實際上 專家小組 對 有 修 研究 的標準 有 增添的 這個 不一定是一樣的 我們不一定需要 把 數學 的 標準 比如說 應該在 排名 比較 這麼 高的 就是 學堂 發表 文章 就是 怎麼說 放在 這個 社會學 或者是 授學這個 英語裡面 每個 每個 英語 有自己的 標準 另外一個 例子 就是 我們都知道 SSCI 的重要性 比如說 在台灣 香港 香港 的地方 但是 SSCI 是不是真的 一個 優秀研究的標準 寫 SSCI 的文章 比寫 書 好嗎 這個是 不一定 反正我們 不接受 這個想法 在我們的 研究的 就是 我的 生長小組裡面 一個 SSCI的文章 不設定一個 本書 好 這種類似的 兩種 就是很重要 就是 不能 考慮他們 另外一個問題 我原圖有 書養 書養 和 質料 有什麼樣的關係 因為我寫很多文章 我就是 優秀的 學者 我們都知道 這個是 不一定 是 比較容易 發表很多 但是 不一定是說 這個 研究的影響 很深刻的 和 SSCI 都是 誰 最了解的情況 就是 這種類似的 就是 轉眼 學習在每個 生長的 小組裡面 學習比較清楚 我在 我的行業 了解 我的行業 優秀了解 數學家 還不知道 自己 有 當然 有其他的文件 比如說 語言 現在我們看這個 排名最好的 學看幾乎是 英文的 但我是法國人 我也可以用 法文寫的 不是說我的研究 因為我用法文寫的 因為你是用 德文寫的 或者是你們用 中文寫的 但是在排名當中 一般的情況下 如果你不是用 英文寫的 所以 學習的研究 好像 也 不是 為了 升等 也不給你什麼好處 所以 這個 都是 很大的問題 但是如果 這個 就是 在這種 類似的 神差 的 小組 決定的話 可能 可以達到 一種 太陽的 的 一個 公式 的 一些想法 我們 除了 真的 工作 我們 一年 是 聚會兩次 每次 差不多 三千的時間 就是 為了 之後 我會 自己的介紹一下 來談事 除此之外 這個 工作 我們也需要 寫很多報導 因為 有很多 商場 很多 神經的 就是 需要寫 寫 寫 這個 工作 我們 一大到 一年 賭償 一年錢 但是這個 錢還很少 大概一年 是一千塊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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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我們做的工作 這個 具體的工作 這個 CNK 第一 一個工作 是 這個 qualification 就是 學什麼樣的東西 是 對副教授 和教授的 學術 資格 進行商場 這是一種 資格的問題 為了 理解這個問題 我應該先解釋一下 我們在法國 怎麼稱為 副教授 或者是 怎麼稱為教授 這個話 就不能 明白了 第一個 就是 副教授 和教授 都是國家 所以我之前說的 第一是國家 第二 這種類似的為之 都是有 定義 就是 怎麼說 就是 終身 終身為之 就是 這也是很重要的 我們都是國家的公務委員 有兩種教授 在法國 我們沒有 族理教授 有副教授 和教授 就是 兩個 不同的 系統 所以我開始 如果我是個 年輕的博士生 我知道 工作 我應該做什麼 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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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需要慢慢做博士 為了 為了博士文品 拿到博士文品之後 我需要 拿到 一個資格 就是 申請 一個位置之前 我需要 拿到 一個資格 這個資格是什麼 所以我用資格 我用資格 當成 大學 副教授 的一個資格 這個資格 是這個鮮語 就是這個 委員會 就是 給的 一個東西的 之後 拿到這個資格之後 我再有 權力 申請 一個副教授的位置 就是副教授 教授的位置 是什麼樣的 過程 教授 教授 一般的情況上 之前 聽了一個副教授 有幾年 但是之後 也需要 就是拿到 一個 Habilitation 對話說 Habilitation 是一種特殊的 是另外一種 一個 第二個 英文 可以說的 這個 Habilitation 是給我 一種權力 是給我 一個 大一波士上的權 如果沒有 做這個Habilitation 我就不能 大一波士上的 這也是一個 一個 但是 Habilitation 不過 拿到Habilitation之後 還是需要 通過這個 資格 生產 過程 就是 這個 跟副教授 一樣的 有一個 資格生產 還是通過 我們的 法國大學 評議會 就是 拿到這個 資格 之後 拿到這個 資格 之後 再有權力 去 宣信 為主 這個 過程是 滿 複雜的 而且 還是要曝衆一下 這個資格 只有 思念 的 就是 小期 就是說 對 如果 十年之內 我沒有找到 工作 我需要 重新 去 通過 這個 過程 通過 這個過程 我們就是 這麼 這個 過程 是 什麼樣的 過程 我們就是 簽著 取簽的 之後 我們會 聚會 兩到三間 每個人 就是 每個成員 有大概 15個 審查 15個 就是 我們簽著 一些報告 或者 每年 我們收到 譬如說 如果是 副教授 每個 破程 人 發給我們 就是 博士論文 報告 建立 研究 消磨 反正 有不少的 東西 在裡面 大家都在寫一個 報告 不是大家 是 每個 神經 有兩個報告 之後 我們聚會的時候 隨著 都在 宣渡 這個報告 之後 有 大陸 難道 這個資格是不是容易嗎 不難 實際上 如果 做一個 比較 好的 研究 但是有時候 我們會拒絕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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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就是 怎麼樣拒絕 可以拒絕 的 比如說 水平 不到標準的 一個 就是 獲勝人 可以拒絕 這個 這個研究是 不好的 這個 它拿到了一個 博士文憑 但是 博士文憑 從哪裡來的 我們真的是 很懷疑 只有這麼 這麼差點研究 能拿到這個 這個 這個問題 之後要 下入這個大學系統 呢 我們也有懷疑 有懷疑的話 就是 不給這個資格 不能申請 這個大學的 為止 有的 有的時候 我們就是 有其他的 就是 原因 當然這個 可能不是這麼 直接說的 嗯 比如說 在我們的 就是小組裡面 有的時候 我們會說到 一些 宗教 原教主義 的 一些東西 就是 法國 有 這麼一個文集的 基本教 法國 主要 我自己讀這個 法國 比較明顯 我做宗教社會學 和宗教人學的 就是 發現 不實在 人們 不是真的研究 也是 有突動 一些 就是 想法 在 製作 這個是每次遞很多的道路 一方面我們覺得最主的就是自由 學術自由的 另一方面就是有社會所面臨的問題 也需要避免有一些非學術的內容加入大學系統 大學是一個自由的地方 不是一個推動比較極端的政治色小 還是應該有一個客觀的評判精神 評判精神、批評精神、評判精神 就很重要的 沒有足夠的評判精神 沒有真的評判精神成本的學術研究的最核心 所以我也發現了 這種類似的問題是發生了好幾次的 這個資格的問題是很重要的 就是在大學系統用這個資格的問題裡面 審查小組是要進行 給這個資格或不給這個資格 第二個問題是這個和升等 我們怎麼升等在法國的資格裡面 升等裡面有兩個不同的東西 升等不一定是從副教授當成教授 因為副教授和教授是在法國是兩個不同的 所以如果你是副教授和相當教授 可以的 但是不是通過我們的評依會 評依會就是這個資格 或是你去升級這個違者 就是在大學裡面的 我們就是這個資格 但是有另外一種生的 是在每一個圍著裡面 就是副教授或者是教授 有不同的等級在裡面 比如說我們的就是 副教授有一半的副教授 也有特殊級別的副教授 這個兩個之間有一個升等的過程 這個升等的過程 就是通過這個鮮魚組織來審查的 教授也是一樣的 有一半的教授 德文可能會說 UNIAL professor 有一個高級的教授 還有一個正級的教授 所以有普通有等級的教授 這個區別都是一樣的民族的工作 區別在哪裡呢 區別在工作 這個方面 這是最大的區別是在工作 普通你是一個什麼 UNIAL professor 或者是一個什麼 這幾條說你 基本上是做一樣的工作 但是你的工資是不一樣的 這個工資 就是這個生育 這個什麼 畢業會 就是可以決定 不是決定工資 而是決定 是否某一個學者 也有什麼樣的研究的標準 就是由行到什麼程度 可不可以升級最高的 或者是更好一點的等級 除此之外 這個評議會 也對這個 這個 學習修教 也有個 推思 這也是很重要 像這個 如果你要生成一個 這個 也可以通過 這個 也可以通過 我們的 CNU 但是你也可以直接 在大學系統裡面 升級一個 Promotion 但是這個標準 不是一模一樣的 如果你在大學系統 就是升級一個Promotion 大學可能會跟中士 比如說 你做那個新生方面 都會做 這種類似的事情 如果你去這個 評議會 當然會 考慮 研究的 這樣 所以 這是 不太一樣的 如果你 比如說 最近沒有做很多的研究 但是還是希望 上等 你自己可以通過 大學的升級 因為大學 只有大學 真的知道 你在信任方面 做了多大的 努力 這個 評議會 也在 這個 研究補助 或者是 大博士生 的 這個方面 也可以給補助的 也對這個 實驗 審查 有一些 作用 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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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是這個詞 但是我在平民會的時候 可能還沒有開始這個路程 所以我沒有去建議今年可以分析 最後一個部分就是 回顧與平民 這個系統是 無批批判 這個系統是好的 有沒有什麼批判的 實際上 有一些好處 我最忠義性 是比較好的一個方面 一開始的時候 我一開始參加這個平民會 我自己也有一些懷疑 覺得這個東西 是不是比較官僚的 會不會增加很多 就是新政方面的工作 就會沒有真理 會不會起作用的 但是實際上參加這個 這個路程中 我還是覺得是比較公平 透明的 對大家 還是有好處 反正我覺得不是一個客觀的一個 就是我自己的經驗 我自己的經驗是這個系統是不錯的 但是都是有很多批評 所以這個也有負面 所以批評是在哪裡的 第一個批評是說 這個系統是代官僚的 這是真是增加 我們法國人 就是在這個方面 我們很想的 創造一些沒有用的過程 的證實 我們是可能把 學姐比學姐 最好的 在這個方面 所以很多人在批評這個東西 就是有成分 我們都花時間 我們就是創造 為什麼不打學 突動自己 全自反動自己的人 為什麼需要通過這個 資格審查的 資格又複雜的一個過程 有很多人 在法國也有很多人 在法國也有很多人 也有這個權利的問題 原則上 我們就不能制度在這類似的平衛會 就是可以做兩次 之後選到 之後再可以去 就是 當獲選人 再被選出來 但是有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是 已經有一個權利的確是同樣的人 在同樣的位置 就是 他們就 玩這個權利 這個問題 我覺得 這個系統是不錯的 但是 我們不應該 允許 太多的人 太長時間 做這種類似的工作 他們做的話 就是做四年 做五年 可能做一個過十年 但是 不能做二十年 負責的話 一直有同樣的人 來控制一個時刻 來控制一個權利的 這個特別不健康 這個 這個 這個制度 之所以 比較健康 或者是應該比較健康 這是 一個很明珠的制度 所以有利用的 就是我們都是水者 我們都是這個權利的水者 我們就是 維生的服務 我們就是做這個工作 之後我們離開 有別的人來 期待我們 如果又開始 有一些 轉業的 生產人員 這個 我覺得 文記也會開始 也有一些 抽吻 發生了 抽吻 對 也有一些 做我生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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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這是 Self Promotion Self Promotion 為什麼呢 因為 他們在這類似的 笑得為人 大家都不笑人說 你幫我 我幫你 那些 那些 事情 這個不論是在 什麼樣的 就是 人 就是 組織裡面 這個風向 一直是水流的 所以 所以 有一些 嗯 特別是 我提不出 在那一個 學長小組的 但是 我們發生的一年 有三個 就是 每個生燈 的 這個 三個生燈的 都給了 每個 的人 那個時候 有的人 開始 寫偽章 在這個 保證裡面 就是 公議 就是 不對的 這個是 一個 嗯 有的時候 另外一個問題 是 還是 很 全力的問題 我給你們一個 一個 例子 如果你們研究 經濟 經濟 就是 在法國 有些 就是 我覺得 是 有的人 就是 就是 用很多的 數學 來研究經濟 有的人 就是 比較用 社會學 的 就是 研究經濟 但是 這種類似的 普通的 就是 經濟 有的時候 也是有 矛盾的 就是 比如說 如果在 某一個 神社小組裡面的 都是 就是 有 數學 的 經濟 也就是 數學的經濟 經濟 就是 經濟 對 就是 之後 可能會開除 或者是 不給其他 的 經濟的人 一些 上當的經濟 這也是 一個方向 這個問題 不一定是 我就是 帶來的 例子來的 但是 我就是說 有的時候 因為 就是在 某個 學科 或者是 專業裡面 有不同的 學科 或者是專業的 理解 或者是 方法 實際上 也有形象 一些緊張 對 就是 這個 差不多 是 一個 簡單的 就是 法國的 就是 國家 品業會 的 對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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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 或者其他的問題 可能會 或是 醜聞出現 三個 深等的機會 都給了內部的 可能自己圈圈的內兒 但是 有趣的是說 這種醜聞 有機會被揭露 會跟我們台灣的現象不一樣 也就是說 因為這個機構在哪裡 它是獨立的 然後 它 也不是說 有一個什麼大樓 有一個官僚化的辦公室 就是 如果我們剛剛晚餐聊的 每一個審查消息的成員 可以 他們是像在大學教書 這樣子 可以在家裡 在辦公室 也自己研究室 接收這個 申請審查的案子 然後 可以透過Email 就可以處理 所以 所以 它這個 我說這個醜聞 之所以可以被揭露 就是因為它有一個 大學評議會 然後有審查小組 它這個制度公開透明 然後它的成員 是我們自己戲所內部的 甚至是 某個戲所內部 某一個小組的 這些 自己同事 那就會有比較多 現在大家台灣社會 勾拼的就是 師師會相互 或是互相排擠 永遠都只是他幾個人 你沒有一個計劃的說 欸 有一個像大學評議會 在發佈這樣 我還可以有機會 發生醜聞 是哪些人製造出來的 然後到底責任怎麼分擔 在台灣 或者很多 沒有這樣的制度的地方 可能沒有這個機會 那至少 這是我想到一個很大的 制度上的一個 透明公開的一個個性 那還有其他問題 我們一樣在一起討論 我們現在就請周伯 師太郎 OK 聽到Sky Hsien 所發言的 我很標準的 您所說的大學 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 人類歷史上的大學 所以我現在談的方向不太一樣 人類歷史上的大學 如果不談古代中國的什麼 國子劍那些 就是在歐洲 有一些大學很早就開始了 像義大利有一個佛羅尼 然後巴黎大學 巴黎大學如果沒記錯到 好像沒有查 好像是1260年 也就是十三世紀 十三世紀 然後過了幾年之後 因為英國的國王 跟法國的皇帝吵架了 後來在巴黎大學讀書的英國人 成立了Cambridge 跟Oxford 這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大學 那最早的大學裡面 有一些大學是學生組成的 學生 然後去找老師 那是學生在管理大學 那有一些是學者 學者 他們對於知識 對於真理 truth 有興趣 他們組成 然後他們就互相交流 跟我們討論知識 都住在一起 那甚至於這幾個大學之間 會互相訪問 要接待彼此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其實大學的組織 是 你可以說都是探討知識的人 就是Scholar Scholar這個字 其實有一個意思 就是region 就是你要有空 有空的時候 這些人不用做別的工作 我們就是有空來探討真理 那我自主於這樣講 就是要講說 今天的學者是不是有空 對 時間上有問題 另外一個就是 這些學者之間 他們也要對抗國家的政治干預 所以他們會組成一個團體 就是有點像中世紀的那個叫 韓會 Guild 韓會 我們要團結起來 我們為了追求真理 不可以被政治 或者是意識形態干預 我們就是很自由 這就表示什麼 大學應該要有一個精神 就是自主性的 Autonomy 我剛剛聽到這個 法國的評議會的組成 其實相對來講 應該有很高的自主性 那委員都是各個領域 或者在台灣叫做玄門 選出來的 而且不會偏 你剛剛講的地方主義 所以不會只有巴黎人 其他的province也會有 所以這些代表呢 組成起來 可能就會比較避免 particular interest 會注意到比較universal interest 就是我們這個專業的共同興趣 common interest 組織上是這樣的 但是你也告訴我們說 這個組織也有可能會變成bureaucracy 有可能會 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們的委員 就是四年就要換 五年 五年 五年就要換 所以呢 比較不會 當然有些人他會繼續 你可以做十年 十年 對 就是說時間越來越久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累積他的權力 或者是利益 或者是他的network 這個是要避免的 所以如何防止這個 就是說這樣的平衡會 當然這是我給你的問題 就是他裡面有沒有這種balex of power 權力的平衡 就是如果有出現某一個人 他已經變成學乏了 中文叫學法 英文怎麼說 Academic Tycoon 很有高 Tycoon 他如果變成這樣的話 那這個counsel裡面 有沒有力量可以挑戰他 控制他 這是我的問題 因為今天這個是哲學經濟文化 所以我要談一點哲學 就是德國人康德 他曾經寫過一篇文章 叫做conflict of faculty 他講大學裡面 有兩種faculty 一種叫做higher faculty 也就是low faculty 他的low faculty 他很謙虛 他說這就是philosophy 哲學 他是不為任何目的 他就是追求真理 還有他需要很高的autonomity 那higher faculty 就是以前啦 法律 醫學 神學 這些呢 是有用的 所以國家對你有要求 那是有必要的 所以他是希望 大學裡面這一部分呢 國家就是有一些要求 你要對社會有用 但是呢 哲學 是不需要考慮有沒有用 哲學 你的知識探討是unconditional 你就是探討知識 你不要考慮有沒有用 這叫做autonomic 所以他在這篇文章裡面 就使用了大學裡面 這部分 國家政府 或者是我們今天的話 就是market 不應該介入 我們叫做高度的autonomic 而且他認為 一個大 一個知識分子 不應該被hateronomic 就是他律 自律就是autonomic 就是hateronomic 這是他對大學的 哲學上的思考 那後來有一個 跨國人 兩人都會談 跨國人叫做 德瑞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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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 他就針對康德的 conference 他就談了新的東西 就是說 他就為學者 humanities 就是整個大學裡面 humanities 當然不只是哲學 還包括那個 甚至於所有的學院 都應該有humanities 包括公學院 不只是要維持autonomic 我們還要走出去 要take a position take a position 包括你要走到校園之外 關心公共議題 我為什麼講這個呢 因為台灣的教師法 如果一個老師 關心公共議題 你可能 你就沒有時間做研究 或者是你的那個教學 都會受影響 還有關心公共議題 如果犯法被判刑 如果在台灣 新書的教師法 你可能就會被檢定 不續運 等等 可是 德瑞達告訴我們說 我們知識分子 要的autonomic 不只是在校園內 那個 好像也都問我 我們現在走出campus 我要對 public affairs 我也要有take a position 就是 德西達的想法 所以 我不知道 今天的法國 因為你剛剛有談到 法國的知識生產 productional knowledge 現在也越來越被一個東西 就是美國的學術資本主義 academic capitalism 影響 所以現在 以英語為主的 這種SCI 甚至於 比如說 有幾個機構 一個是上海的交通大學 世界排名 還有一個是 Times 還有一個是 英國有兩個地方 他們在做 Ranking 大學的Ranking 很在乎的一個就是 production of knowledge 那這個production of knowledge 的知識想像 裡面 可能就會認為 Journal paper 比那個 book 更重要 那Journal paper 背後就是 有一個 原素就是 time 就是要short time in a very short time 你要生產一個論文 如果是要出一本書 你可能需要十年的話 那在台灣的教師評鑑裡面 不會等你的 像我的大學 是年年都要評鑑的 所以你要寫一本書 就不可能 你可以一年寫 比如說 五天Journal paper 那個分數就很高 所以我們的知識 knowledge 生產的形態 就越來越像 那個fast food fast food industry 速食 對 這到底是好 好還是不好呢 如果就 number來看 好像是好 我們台灣的那個 那個 那個 論文發表的數量 在全世界 排名的地 21 台灣那麼一個小地方 but 台灣的那個 citation impact 在全世界好像 排名一百多 很透明 就是我們生產出了很多 沒有重要性的論文 但是台灣的評鑑 是很高分的 是可以生的 可以拿到獎金的 那我們知道 在跨國是不是 也會變成這樣子 對 所以呢 我們整個大學的 知識生產 越來越是 短期素材 然後是用數字 代表 這個我有想到一個 哲學性的問題 我們在大學的生活裡面 不只是 3 dimension 加上time 4 dimension 加上我的consciousness 可能是 5 dimension 6 dimension 但是我們現在 要憑藉一個老師的 achievement 我們把它變成 一張 2 dimension 對不對 2 dimension 就是一個 平面 但是我在教學生的時候 我在做研究的時候 我在學校裡面散步 對不對 我在 scholar 就是legial 我們之間在討論 這些東西 轉變成2 dimension 它是一個reduction 對不對 另外就是把一些quality的東西 轉變成number 就是quantification quantification的時候 它就少掉了很多東西 可是我們現在 大學內部 或者是大學評鑑 不管是內部外部 或者是政府 所主導的 那些所謂的競爭型講補助 或者政府所主導的 細所評鑑 校務評鑑 那校內就是教師評鑑 教師評鑑 這些呢 我們都會用2 dimension 或者是number 來評價一個人在campus裡面的achievement 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這個問題呢 也跟現代社會的一個世界觀有關係 對 哲學長太多的bobbist 其中一個 現代社會的世界觀就是cartesian cartesian cartesian就是 喜歡用subject object 然後分開來 來看世界 這種低卡的世界觀 所以呢 我們從此以後 就常常會把 我們所做的事情呢 就objectify 然後就變成報告 變成論文 然後這個呢 你就看這個 就決定了我是誰 這其實是一個很嚴重的扭曲 所以我自己呢 看得很清楚 所以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我自己 以身是法 以身是法 我除了其實我 我常常寫很多的文章 談學術論文生產的問題 之外 我自己呢 也開始抵制14年了 抵制我們學校的教師文件 我們學校的教師文件 就是用num 分數 就是70分幾個 而且呢 他必須要 用教學服務 來從 研究 還有輔導 然後 比如說我今天來參加研討會 沒有分數 我如果去 開個證明 對 我來輔導一個學生 學生有簽名 可能有兩分 我參加一個研討會 那個 不是很重要的 因為沒有外國人的研討會 那可能就是兩分 如果有一個外國人 那幾 國際學生也會 十分 所以我在一年之後 全部這個加一點 兩分 五分 十分 這樣加起來七十分 我才及格 我覺得這是一種 所以我就完全不報 不報 所以我已經四年不及格 那 根據我的學校 我現在已經被處罰 就是 當年不及格 我就不能提升 然後連續三年不及格 我就不能在校外檢討 我以前又在青大姐 那我現在不能去 然後 我不能超中一點 然後 明年 第五年不及格 就說 我的年終獎金要扣掉三分之一 也就是大概五萬塊錢 然後最糟 高論生在第六年的時候 不及格的話 我就要被不續聘 我就準備要不續聘 但是呢 我會在高教工會的協助一下 我會告這個大學 我會用現在的教師法 第十四條 我因為不填到資料 而不及格 我的教學沒有問題 我的研究沒有問題 但是我 是因為 我就是 civilism 不服從 disobedient 所以 我希望我能夠告到法院去 然後法院看到 誒 這個學校沒有一個理由 就是 我的分數不及格 而且是我沒有報告 沒有報告 所以不及格 所以我並沒有 那個 違反聘約情結重擋 所以 我應該不符合 不試任教師 但是我不知道我會不會贏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希望把這件事情 就是 攤在陽光下 讓所有人來思考 台灣的教師品見 多麼的光明 這是我自己 以身適合的部分 就是 我覺得 台灣的教育部 還有台灣的各個大學 有一個很嚴重的 包括 教育部所 那個支持 所成立的 高教評鑑中心 這裡面有旋轉門 有官員 前部長 成為高教評鑑中心 或者高教師長 變成董事長 然後呢 也有一些 教育部次長 和 部長 到大學當校長 我的大學的校長 就是前教育部次長 叫做林聰明 錄影 真好 我還以為沒錄影 林聰明 所以 所以我覺得 台灣的評鑑 不會公平 它不會是 neutral 它一定會是 particular interest 它一定會 有power 有interest 有 有 那種這樣的 呃 陰陽 有那個看不到的陰陽 所以 我現在就是 不配合這樣的 挺見之路 好 先說到這樣 謝謝 謝謝 好 真的會到第六年 然後 要坦白說 對 學校一定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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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近也都在熟悉 民視啊 什麼什麼的 行事也有 好 你在哪個大學 南華大學 有工會 工會還有律師的協助 應該 到時候又會是台灣 很大的話題吧 還好 其實 我們已經有好幾個例子了 對 都是勝訴 老師都是贏的 但是教育部 竟然 這一次是報仇 教育部有時候 背後 他這一次 修惡教師法 所以這次修惡教師法 教育部也是 其他 對 好 呃 沒有工會的話 其實很多教師 不可能走到現在 我們也不太有可能 可以這樣子 自由的在這邊 討論教師法 很多的問題 因為 當這一次教師法 大學無法修了 我們都覺得 政府做得很認真 對不對 然後又說 他想做很多 但是常常多做多錯 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不夠正常 專業 其實專業的自主 那 工會呢 是好不容易 2012年才成立嘛 所以你看我們台灣的高等教育的 大學的教師 成員 能夠自主成立一個工會 這樣團體 也不過才只有七年的時間 那我們接下來 而且周平也是工會的 積極的成員 對 所以真的是很難得 等一下大家有什麼問題 會後 甚至等一下也可以直接提出來 大家可以再進一步交流 說不定 有很多很多潛在的 只是大家都沒有講 沒有機會講 經過我們一次一次的活動 才發現其實真的蠻多的 還蠻突然的 好 那就把我們都交給郭怡 好 很高興今天來這邊 可以了解到法國的制度 然後有非常重要的分享 我叫林柏怡 然後我在高等教育成員 也無配工作 然後 我的主要的工作 就是在協助大專的老師們 專任老師的工作權的維護 剛剛聽到有關法國的 升等或者教士資格的認定 無論是副教授或者教授 或者是職級中間 升上去的 或者有一個獨立的機構 來做相關的審查 待會兒如果有機會 蠻希望 老師你可以再進一步分享 就是說 他們 因為舉例來講在台灣 一個很主要的問題 就是說 我們在做升等的這些審查的過程裡面 他通常會有一個送外審的過程 就是說例如 周平老師要升正教授的時候 他會提出著作來 那問題的一個關鍵就是說 那誰來審 周平老師 合不合乎教授資格呢 在台灣的制度裡面呢 他是有 表面上的規定是說 由教評會來決定 誰 而是來審周平老師的 這個 這個 當他的外省會員 但是 直到今天為止在台灣 我在工會工作 我才知道這件事情 非常多的大學居然是院長 例如社會科學院院長 來決定 周平老師是社會學系的老師 學院是社會科學院會 也許社會科學院院長 是一個經濟學系的教授 或者是政治學系的教授 都有可能 總之他並不了解 周平老師研究的 教育社會學 或者是中教教學學 他怎麼樣來勾選呢 他很有可能就是勾選 結果呢就是 周平老師最近在學校裡面 從事很多工會活動 那我當然就叫你 經濟學家來審查 都沒有數學 這個可能就不妙 不合乎教授 那假如周平老師 是為了這個 自己的好朋友 那也許就是另外一個 所以在台灣目前為止 雖然有一個制度的樣貌 就是說 要尊重外省 我們目前的制度裡面 講說 深等裡面的學術審查 要尊重外省的決定 但是到底怎麼來決定這個審查委員 在台灣目前還有很大的改進的制度 對 理論上應該是他的學術同 同一個領域的人 因為有能力來判斷 他的這個研究的 peer review 對 那怎麼樣來產生這一個 對真的就是一個 我們進行不會想多交流 那 好我先從 在公會工作裡面 其實我 我很訝異一件事情 就是說 因為以前我在台灣大學 就是在大學念書的時候 是沒有意識到說 然後 深等 這一間進行對老師 是一件 這麼 重大的事情 因為在學生的角度來看 我們看老師就是 都是教授 他都是要上課 然後 或者說 他都可以當我們的研究所的知道老師 不會因為你是助理教授 副教授 有什麼差別 對 我們眼中來看大概是年紀的差別 或者說 私底下的傳言 大概都是說 欸 有些很多 鄭教授反而會比較混 通常會這樣子 有時候其實是世代的差別 對 但我到公會工作以後才發現 哇 深等對老師是非常非常重大的一件事情 這裡面可能有幾個制度的應付 第一個當然就剛剛有談到的 台灣現在 普遍來講 都還有所謂的限期升等制度 就是說你如果是助理教授 台灣大概就是助理教授 副教授 正教授 這樣三個句話 當然也有上面什麼特聘教授 講多教授 但那個我們暫時的討論 以通常大學規定 你當助理教授呢 就拿到博士學院拿到助理教授 六年內要升等為副教授 是完成升等 我就說不是提出 是要完成升等六年內 然後有的大學說 你副教授還要升等正教授 可能是七年或八年 那 如果你沒有升等 在六年內 你就會被 不續聘 對 如果你 如果你在這六年間 有一些特殊的因素 例如說懷孕啊 或者說 家裡有些事物 也許可以延長一到兩年 那原則上就是 要在六到八年的期間 也沒有完成 不管你 教學平坚在怎麼好 不管你是 學術員就做得怎麼好 只要你沒有辦法 在六年內升官 其實就是升等 確認你是 好像 通過了 你就 這個 會不會有去 聽起來表面上來講 這似乎是一個 有正面功能的 因為他的考慮是說 我要提升大學的學術水準 然後怎麼確認呢 就是 就是 讓每一個進來的老師 都要通過 一關就一關 往上 那 才能激勵 你要在 學術上面有好的表現 但是 現實中 發現的因素 我們 我自己的 進去觀察 那我不敢確定是 代表全過 就是我發現 那個負面的效果 非常的巨大 很少有老師 因為有現年生本的制度 而被激勵要做 優秀的學術 就是說 哇 因為我現在回到台灣 才有現年生的制度 我這樣好好念書 好好研究 寫出一流論文 然後改變社會 或者說 做出學術創建 在世界上面 我可以成為世界百大 這種學術水準 沒有 都是 第一 千萬不要得罪人 千萬不要得罪人 對 如果你進來得罪人 你不知道你外甥 會不會選到誰啊 對不對 選到了你死 你就 一輩子就是 對 你還不只不能升等 你六年以後就 是現在人肉了 對不對 你將來 可能那時候就要加入高校公會 對 也許也太晚了喔 如果他太晚加入 我們不一定能幫到他 對 這是 很常見的狀況 就是他的那個負面的功能 很強烈 他在學術上面 坦白我自己個人 我算他這幾年因為在公開工作 就是 就是 我原本是做社會學的研究 但 我自己有一個感覺 就以社會科學為例 按理來講 年輕一代的學者的 不論說是能力啦 或者說是經驗 應該是比過去 有更好的學術環境 那你來講學術應該不當然挺身 但是 如果 坦白講客觀我的感覺 過去十年間 台灣學術也就是這個 平健啊 或者深的壓力也越來越大 對年輕學者也壓力也越來越大 我們感受不到 年輕學者 有很好的環境 可以做很深刻的研究 舉例來講 如果要比 我自己當學生時代 我看上一代的老師們 在社會科學 有很多卓越的研究 或者說 謝國雄 寫這個 粉凹凍啊 或者這個 小阿琴 就是很多 就是經典的 我們會覺得很經典 但在 我們這一代的 沒進去的 不容易產生 那我想跟這個 深枕跟平健座的 那個擠壓 應該是有關 它不鼓勵你做一個深入的 長期的研究 因為它讓你不安全 你如果要做這個 你要冒非常大的危險 除非你真的超級優秀 但是很少人 能有這麼大的自信 對 或者你除非真的 人和陣痛 對 你才會很安全 對 不然很困難 這個是 在現實裡面看到的 就 就連我接觸到一些很 在我們公會 會參加公會 甚至是比較 在學術形象上 比較批判 比較左派的 這個教授 嗯 都有人私下來告訴我說 公會 不好意思 這一年我比較不能來參加 公會的活動 因為我年底要提升等 我說 你提升等 跟我們有什麼關係 他說 要提升等這一年 千萬不要在媒體上面露臉 因為露臉的話 人家會覺得你不務正業 會覺得你在參加一些 這些好像 不是正當的事情 那你不知道你會被誰看到 所以你最好不要重視這件事情 等到我生了通過以後 然後我肯定回來 回來一次錯誤 對 我就感到很訝異 結果 連一個比較批判情商的老師 都有這麼強了一個數字 這是台灣現在 裏面的動畫 我也許可以再介紹另外一個 可能也是讓我 過去沒有想到的事情 過去我們一般對深等 或者學術評鑑的 教師評鑑的批評 都是集中在這個 好像是一個很扭曲 量化的 學術獨尊 SEI研究的這個面向 過去在台灣已經有很多批評 那我發現這幾年 其實有另外一個更大的問題 就是 現在各個 台灣的這個 深等的制度呢 過去最早其實是 由教育辦理 就是也是一個全中央其中的 到過去大概十幾年間 他以所謂 尊重大學自治的名義 授權大學指辦 教師資格審定 那當然 然後大學就自己去做這個 找外省 然後如果這個 像 台灣大學這種所謂 學術卓越的大學 他就可以自己來辦這個資格審定 聽起來也是一個很合乎 所謂民主化 或者自主化的一個 去發展 但他卻導致了一個 在各個大學裡面 我們看到也是版面的效果 就是呢 越來越多大學 特別是以斯利大學為主 他透過 辦理 深等的過程裡面呢 他去要求的 不只是你的學術水準 像也許在法國的經驗裡面 主要是以學術水準來決定 你能不能取得 副教育或正教育資格 就外省決定 也許是副教育 但是 台灣不只是 台灣你必須是 大家都平常這樣 教學研究 服務 對 輔導 輔導就會算成服務 招生 招生也算在服務裡面 要不然服務什麼 這三項你都要合格 你才能夠提出深等的申請 就是他想到你做的服務 就是他想到你做的服務 例如你要去 你要去外面招到學生啊 或者要到高中裡面去辦一些活動來招生啊 或者有的時候外賓來了 要去接待他啦 有一個產學合作 產學合作要拿到多少萬元的外面廠商的經費 諸如此類 他只要想到希望你去做服務 他會把它定進那個標準裡面 然後你就要去集那個分數才能達標 所以 過去本來 然後這個時候他用的一個語言叫做 有時候會混雜一種說法叫做 因為你們都批評我們 都獨尊研究啊 所以我們現在要推動多元升等 但是所謂的多元升等 其實有點像這個多元入學 就以前是只看連考分數 但你現在不只 你還要有社團表現 你還要有那個志工正理啊 你還要什麼 對 之類的 他開始多重的來規訓 以前只規訓一下 他現在多重的規訓 你每一樣都要達標 不達標的話 你連送百神的集合 所以之前你會發現 老師們在學校裡面最焦慮的 不是他的學術研究做不出來的 而是他沒有辦法 符合學校要求他們這些東西 所以年輕的助理教授 真的多半處在這種很恐懼 然後不安全 然後 他也沒辦法發揮他的創造力 如果 因為坦白講 如果你真的是做一個很正規 就是 嗯 好啦 publish or preach 就是說一個很簡化的 然後但是就是集中在學術上面 固然他有很多反共的 但是還看得到正向 但結果現在在台灣制度不止之下 他主要是把你 大概坦白講 其實就是一個叫做被制配話 你等於是一個學校能夠控制的工具 他透過很多元的指標 然後 然後教學研究服務 他說因為每一樣都很重要啊 我們不能只讀作為研究 所以每一樣都要讀作為研究 所以每一樣都要讀作為研究 對 那這個完了以後再來就是第二層的 就是學界 呃 送外生以後 那個你的同才領域 對你的評價 那當然也很重要 對 所以最後的結果 是一整代的這個 有明明能力越來越好 經驗越來越好的 年輕學者 卻沒有發揮的這個空間 對 這是我感到非常遺憾 剛剛今天有講到教師法 坦白講教師法 大概是第三層更大的問題 就是 目前教師法修法 雖然表面上政府推動的口號叫做 我們要處理不適任教師 所以要推動教師法學法 但工會很仔細的研究法案發現 不只是如此而已 在以處理不適任教師的名義下面 他們新增了 例如 第一 呃 原本要新增了 現年衛生等 或者評鑑會通過的人 可以直接把你們嗆至自己 這個之前是沒有吃潛肥的 就是其實就是解讀 欸 不會不會 一定會留下來 除此之外呢 呃 如果你 這個 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以下 然後 有拘役或罰金 然後儘管有緩刑 還是一樣可以解聘 而且可以抑決 一到四年不得認教 有時候不只在這個校校被解聘 你到其他校以後可以工作 至少可以這個一到四年 其實就判死刑了啦 因為一到四年在 沒有認教其實很難 不大可能再找到另外一個阻尾 呃 或者說 他繼續沿用了過往的法令 像是 如果你有犯了內亂外犯罪 其實主要就是政治犯 那 你也是眾生不得認教 如果你行為違反法令 我已經有關機關參加訓室 是很空泛的 到底什麼法令他會講 你也可以被解聘 諸如此類就是 而且 如果你透過訴訟 像 我當然希望朋友轉換那一點 就是周美老師 我們希望根本 不用被解聘 假如被解聘 而且教育也核准 周美老師很努力的通過訴訟 打贏了官司 然後證明說 因為他是個私立教授 他只是不願意填表 這很 在我看來非常合理 他回到學校 因為這可能又 弄了兩年嗎 薪水還過 薪水 要給他們還你 沒有 只要還他 一半的薪水 怎麼 因為教師的薪水 有分本縫跟學術研究家 教育部的人士 出去解釋 這個時候因為你都沒有 在認輔 所以我不用給你學術研究家 只要還你本縫 對 其實我們就發明這個叫做 版型家 就是說對於 學校來講 我可以先把一個老師 不喜歡就弄掉了 反正就是救回來 我也只要還你翻行 沒救回來你就再見了 對 諸如此類 我們覺得 然後以及還有就是說 對於這個 編織外教師 在大學裡面 有很多堅韌和專案的老師 他 教師法長期沒有對他有保障 我們訴求應該要保障他們 要選用一般教師的規定 結果到今天教育部 還是堅持不配合這件事 所以 呃 第三點就是我們說 國家的整個對教師的法令 保障始終是在一個弱化 而且是更加的寬鬆化 讓他更容易被他的大學所支配的傳見 對 那這當然是工會應該要有力奮鬥 透過團結的力量來挑戰 對 那 對 謝謝你今天這個機會 謝謝 好 謝謝我也精采的分享 大家已經聽到 看大家也真的 我覺得 又更接近了 我們 就是目前遇到的很多的 迫切要被討論跟改變的現象 那我也看到大學的同學 今天來參加 就是星期五的 可能會覺得說 我們現在講的東西 離你好近喔 就在校園發生的事情 可是好像又很遠 不知道會有這種感覺 但其實 我們今天所談的交流 跟或許未來的一些制度上面 有可能做改變 大部分我們現在在做的可能性 並不是在我們這個時候發生 而是會對未來的 所以我常說 其實現在討論大學法治跟教師法治的變革 他的急迫性 就相當於甚至更重要的 就是一種轉型的 一世代正義 因為 當然真的在台南局中 又會更多的 花更多時間 我先把麥克風交回來給 Sebastian 剛剛已經有好幾個問題 針對法國大局聽聽會 然後還有您聽了這些 之後再進入 其實是第二任的發言 我們就是來補聲一下 你有沒有在這個法國的系統裡面 一些 Heading Tigers 你比如說 在這個 Heyco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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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可以的 反正我明白這個 他們是高潛力的 就是 嗯 我的經驗 就是這個 四年的時間 做這個 嗯 就是 就是 小組的成員 我沒有看到 什麼 太多的 就是 Heading Tigers 我 我不是說 別的地方 我的 就是 經驗當然是優先 而是 我就是 那種 方向我自己的經驗 我沒有看到 什麼 最初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 小組裡面的 就是 這個 中的程序 還是比較 透明 公開 也沒有 太多的 就是 全力的 嗯 的問題 我不是說 真的 不是我的經驗 啊 就是 嗯 最後 你看到很多 就是 關於 嗯 我們現在 那些 大學制度 就是 碰到的問題 包括 這個公司 Tumson 這類似的公司 真的是 全世界都有的 我覺得 現在 越來越多的政府 在 推動 這個 open edition 就是 open edition 就是 反對 這種類似的 公司 對 學術研究 的 控制 公司 公司 對 這時候 太了不起 如果我們 看這個 情況 實際的 最 最主要的 排名 完全 或者是最主要的 學堂 都是私人公司的 完全 控制的 嗯 我們有的時候 也需要 為了 度我們 自己的研究 嗯 我們的大學 都是 每年 付特別多的錢 為了 賣一些 看我們自己 所生產的 研究的 成果 我覺得 這個是 這種 荒謬的 不得了 如果我們 真的是 要切放起來的 嗯 需要 推動這個 就是 open edition open edition 是把 自己的研究成果 也就是 給大家 就是 公開的 be access free 我覺得 是很重要的 當然 當然 如果 有 在台灣 現在 如果我理解的話 那麼多的 壓力 就是 為了 在 SCI 的 雷斯的雜誌 選開 發表文章的話 這個是很難做的 所以 推動一方面說 推動這個 open edition 另一方面說 為了 為了 promotion 我應該在 一些被 私人公司 控制的 學砍裡面 發表文章 這個是 有直接的矛盾 這個是 一個 ZUCHIMA在法國 台灣的情況 我不夠了解 ZUCHIMA在法國 我覺得 這些事情是 現在大家都在 打入 就是 有一個 很明顯的 反思 的過程 我們 不把 這個 SCI 當成 一個 模型 我們不在 SCI 的學砍前 年 扣手 這個是 覺得 是 對的 有一個 很明顯的 批判的 精神 而且 大家 也知道 最深刻的研究 成果 需要 時間 在 這個 數學 無理學 類似的 專業裡面 可能是 更影響的 法國 有很多的 FILMEDAL 在數學方面 相當於 諾貝爾 講的 我們的 FILMEDAL 不是 特別的 多 這個 FILMEDAL 如果 我們看 當然是 什麼樣的 書 FILMEDAL 實際上 都是在 我們的 研究機構 叫 CNS 工作 CNS 實際上 是 跟台灣的大學制度 完全相反的 一個 他們沒有太多的壓力 在這個方面 因為沒有太多的壓力 他們有可能更多的時間 試一試 就是有創造性 試一試 新的東西 因為 科學 也是 應該有一個 方向 如果 我做這條路 也不成功 如果 不成功 影響 我的 有更好的 維持 自衛的可能性 我可能 付出 有方向的 一條路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創造性 需要時間 不能在 壓力下面 真的是 創造 有 有 價值的東西 如果 有那麼多的壓力 你可以 創造的 不是價值 是素養 很多文章 我沒有問題 我就是 把第一篇文章 用來 形成第二篇文章 有很多 的 融通的 就是 訪眠的 都是 這 我覺得 就是 聘 這個 輸料 來 確定 研究的 其他哲學 特別 狂流 是 嘘 嘘 不可能 有那麼好的 我還說下一個東西 就是 你看這個 peer review 在聖登的播種中 就是 裡面是有 外賞 就是外賞 我們就是在 發播 就是 如果你要設計 比如說一個 證書教授 要設計一個 正教授的 位置 這個 這個外賞也是很重要的 一般的情況下 會有一個 我們稱為 這個selection committee 就是說 有大概 十個人 覺得 十個人當中 應該是有 比如說 如果你在巴黎的 有巴黎的 但是有外賞 有國外的 有男的 有女的 反正有很多的 就是普通的 就是 要求 為了 避免 一些 就是 一些問題 就是 如果有的人 就是要拼著 關係 或者是 基本上 現在有那麼多的 回應 是很難 很難做的 這個 晚上呢 是比較健康的一個 程序 就是 你不能 不能拼你自己的大學 你每天 就是 風到的同事 來確定你的未來 最貴是二者 大家聽到說 外賞委員 在 法國這個 制度 還是 應該是有 不是自己同才神 也同是在 在 神 幾乎全部都是 外賞委員 不一定是外賞 神分都有 但是也有很多 外賞委員 好 而且聽起來 其實 在大學 從事 大學教授工作 也沒有定期 評鑑 更不可能每天都要被 直接 或是像在 台大 每五年要被評鑑 對 我講 對不起 我猜一個東西 我們在法國沒有這個 定義 這個問題 因為你們都談了這個 六年加兩年 是八年 你一直在 一個 特別大的壓力 你就是 生活下去 也不敢接受什麼風險 因為還不可能會影響 這個 未來的發展 中生 對 我們沒有 中生 Tenure Tenure 一定是Tenured 沒有Tenure track 包括副教授 注意 安全 我們馬上是很安全的 我們馬上是很安全的 所以 結果是 每個位置 都是Tenured 的 那 不會有人批評 這樣子 教授都不做研究 懶散 然後都在打混 台灣都是這樣批評 所以要引進憲憲 有的 有的 也有很多批評 特別是 在大學系統之外 為人 很容易批評老師 都在房間 什麼 真的 當然是 有很多 有很多 品 品 品 現在 你們看 難道一個 大學為之 是很困難的 深信 一個為之 有多少活生人 我們 兩 兩 三年之前 有一個 position 是 classical China 這個 classical China 有三十多個人 神經 就是說 有三十多 有多是 水平的人 神經的位置 在這個方面 就是 陶蘭 不工作的人 已經沒有在這個系統 但是 大家 就是 這個經濟 是那麼 那麼 激烂的 就是 大家的 東西 已經是 特別特別 特別明顯的 我們 再補充一下 再補充一下 我們就 讓大家一起討論 你們要都集中在 我們的問題好多 但是 我曾經有寫過一篇文章 就是收集台灣 什麼時候開始 有人說 大學要文件 那我找到的資料是 1973年 1973年 對 就有一些學者來講 但是沒有人理他 所以那段時間 臺灣的大學教授是 中生病人 而且那時候 臺灣的大學很少 然後 到了1980年代 都是這樣子 90年代 有一些 美國的 知名學者 臺灣人 回來 特別有一位 叫李遠哲 拿到 莫貝爾 然後回來之後 那個聲音 就越來越強烈 另外一個 就是 這個世界上 各大學 就開始有一個風氣 受到那個 那個 那個 影響 就是要做 新管理主 就是認為 公部門的資源 應該交給民間 交給民間 但是呢 公部門要負責評鑑 我給你清費 然後你要 我們要評鑑你 所以在臺灣呢 90年代 就開始談這件事情 一方面是 很多的學者說 大學教授沒有文件 不會進步 那 我們世界排名 不好 那 所以呢 加上這個 新管理主義 跟一些 重要人物 出了大學名堅 然後 就是 90年代 就開始規劃 然後到 2003年的時候 呃 臺灣有一個雜誌 叫做 遠見 就公佈了 第一次的 那個 臺灣的大學排名 有一個學校 正大 排名 四十多名 他們嚇壞了 那 為什麼 他們沒有排在前面呢 就是用了 SCR SCR 所以 呃 這個 這個 政大當然覺得很不公平 可是他們 並沒有 反對 後來他們大量的聘 什麼學校的 你知道 論文很多的 我都找你過來 所以他們就開始往上排 那 所以臺灣就形成一個共識 大概在 在二零零幾年的時候 最後 就開始 就是要推動文件 然後 教育部也開始 就是用競爭型講補助 要求各大學就是寫計畫 我們才給你經費 然後 我給你經費之後 我就要來訪問 評鑑 評鑑 所以 係數評鑑 校務評鑑 教育部 都會委託 高教評鑑中心負責 這是在二零零幾年 就開始了 2007年到20 然後 那個 另外一個就是 臺灣有一個大學法 大學法 成立之後 就 第五條 就說 各大學要定期舉辦 系數評鑑 然後 第十九二十二一 就 規判各大學的教師要升等 要接受教師評鑑 不然的話不續聘 所以這些呢 都大概在二零零幾年的時候開始 所以 我們就經過了 臺灣就經過了 兩輪的系數評鑑 而現在 教育部被罵得很慘 就取消了 那個 外部評鑑 可是 當時所留下來的一個東西 就是 教師評鑑 這件事情就還存在 而且 現在似乎教育部 是希望 用教師法 來讓它更嚴格 對不起 才太多了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就先讓大家一起來提問 一起來討論 一起分享 我們再次也有 在臺院教委 已經二十多年的 二十多年的 二十多年 有臺灣 我知道有些外國籍 教授有的東西 他們也申請了臺灣了 而且其實我老早就知道 在臺灣 外籍要工作 好 常常都還要再重複的 申請 是不是 工作序 工作序 其實也沒有 也會是 永久居留 那 你要提問 跟大家分享一下嗎 是 其他方面 謝謝 第一 就是 國老師也有這個問題 我也有同事 他是助理教授 但是他 做做做做幾年 他發現說 這個非常離婚性的 因為他覺得直接幫助學生畫語 語文學好 還比較有利益 所以他忙得不得了 就是演講 做廣告教學 寫書 寫文章 可是那些書呢 都是不行的 因為是課本內的東西 教科書 可是實際上 台灣最需要的是 他們教科書 那些文章 看的人可能 五六個 而且他們是因為 要引用在自己的文章裡 他又不是說 他又真正的對那個東西 真的有興趣 剛好被放在他的文章裡面 可是台灣的 額外語的語文能力 不變地 說真的 事情是透了 那 就是 最基本的教學 女農 就聽力 從一開始 沒有做聽力 聽力 沒有做聽力 沒有做聽力 跟別人怎麼學 是 一樣 我這些心得 都是台大修建開的 對 所以就 從學生的錯誤啊 還有表現 我自己整理出很多的問題 所以整理成文章 已經六十幾天 那些東西對生本 也都給幫助了 可是我相信 那是對台灣的那個語言 學習有幫助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非常奇怪 一件事情 他那個基本 那個基礎很不紮實 就情況之下 就跳了 就是中間是空的 然後說 你那要在那邊秀滑 那些好像 好像是很 就是程度很高的東西 可是呢 那中間裡都沒有 那是什麼東西 然後 像我剛剛那個同事 助理教授 他已經快到八年那個期限了 所以有一天他跟我講說 他考慮要退休 我說 蛤 你才幾歲啊 他就是 退休 他就是自己自己自願這樣子的提早退休 或是怎麼回事 他就是因為他還助理教授 然後他像他這個樣子 忙這麼多東西 都不是說 他已經覺得很無聊的那些東西沒有做 可是你想 這個對學校 對社會很不利 因為他是 台灣非常難得 語感超好的老師 學生喜歡 你說中英文 中英文語感那麼好的 你沒幾個 你其他走路 你不進來的是什麼人 他就是這樣子很機械化的產 就是說 生產 所以你講 千篇一律 沒有風險 目線不高的那些東西 幹嘛 就是自主這樣子的音化 國教科方面 然後呢 我覺得我們 大學的目的變成說 不是說 要 像你說的 要生產那個知識 或者是創造的知識 而是他只是要自我繼承這樣子 就是要一直程序 我們 我們要找一個人 可以複製我們去 我們自己複製另外一個人來接種 我們就是說要 self perpetuate 這個制度一直持下去 這個是我們的目的 而不是說真的要 有什麼一些的知識 或是幫助社會 那就是說 你希望這個制度 繼續生存 這是他的目的 你真的要幫助社會 你是不是找出 更多的社會人士 一般的社會人士 可以從大學 說得到的這些 能力特別好的人 得到好處 學習上面 可以進步 沒有 我們就是說 自己這小小的 這個就很privileged 這個group裡面 這個也是另外一個 我覺得要考慮的 因為現在那個 那麼多的目 跟那個 open university的東西 我們能做的 其實應該是 對整個社會有幫助的 不是說 只是說 希望我們做的東西 交給一個人 那個人再交給一個人 這樣下去 要受一個感受 謝謝 尤其是我們 這個台灣大學 資源這麼多 真的看到這樣子的 恩賠情況 你會覺得 到底以後的孩子 以後是在這樣怎麼辦 很厲害 好英修的人 你怎麼不說 好 那剛剛舉手的 我給我看到 你好 大家好 首先是 剛剛各位講者 跟剛剛這位老師 所分享的 我完全都認同 不過 我是覺得 我這個問題 在很多年前 高校公會 我們就詢問過一次 然後很不幸的 我覺得我今天聽完之後 我還必須再把這個問題 再提出來一次是 我覺得 我們回應 政府或者是社會 目前對於 教授 或者是高教的管理 不能夠只停留在 no no no的 這種負面表面講說 還是停留在柏拉圖的想法說 只是因為我們是 高等教育的工作者 所以我們自己管理自己就好 然後別人不要不要 這種非常精英式 而且沒有跟社會溝通 對話的這種想法 我認為不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那比方說我們現在有 教師法修二 那我們除了在這邊講說 這樣修修修是 no no no之外 那就好比我們在做政治活動 一樣說 那我們能不能夠提出一個草案 甚至我們自己就來提一個草案 說 那我們想要的教師法是什麼 那我甚至可以補充說 因為我的年紀 稍微比各位再年輕一點 所以以一個台灣本土的學生 從最小的幼稚園念到高教畢業 我也基本上的程度 我自己都認為我們的高教 應該必須有一點點管制的方式 比方說我就會問說 那我當初念書的時候 那些就好像老師剛剛講 那時候完全是太上皇年代 都可以故意擺混的老師 我們該怎麼去回應這個問題 甚至說 像他做書本很好 那有些老師他如果只做研究 他很高分 然後完全不做教育 那每次修到他課的人都說 完蛋了 又只有他開必修 那這兩堆課 我掛定了 不然就是我一定要去那邊補習 特別是理工客的人 我要去那邊補習 才有辦法去應付之後的上課 或者說這個老師的課 大家都會畢 因為他也不想教書 他就不遇開的很涼 反正上下就是ok 那這些問題總是要被解決 那這是當初社會 我覺得以我身為學生 年輕一代的人 當初說會有這個管制的需求 當然現在是被無有啦 當初是有一個需求 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 這麼多人來高校公會的 我目前為止 我不是說只有你的責任 只是說 我覺得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用正面表列的方式 去正面的回憶社會的需求的話 我覺得這有點都是兩方在各說各話 說一個政府說要管 然後一個說我不能管 然後民眾呢 我相信在台灣 聽久了 其實都會站在 還是會站在支持管制的一方 對那 如何解決台灣高校的問題 還有非常多的面向 我覺得 我覺得我花多多時間只講這一點 那我覺得如果這一點 能夠解決之後 其他的比方說 我們台灣的研究能量的倒下 然後私生比的問題 教育的重點的問題 我覺得 都是可以多方面 那跟我之前只想放 Focus在這個點說 我們如何去正面表列 正面的回憶社會的期待 謝謝 謝謝 就是我們有兩種評鑑 一個是五年印刺的那種 不是你的學校 每年印刺的那種 受不了 另外一種 是學生給老師的評鑑 教育的研究中 是 我覺得那個是絕對有必要的 而且那個是非常正面的一件事情 台大就是 就說老教授就是個不管是 然後很可能那些情況 那是之前有 可是從那一年開始 那一年很多人提早辦退休 開始要辦停建 就是要辦停建的前一年 很多人就提早退休 去查一下紀錄就看到了 都是知道自己不會過的 所以從那年開始 很明顯的一個分水裡 以後我們幾乎都沒有換的老師 那是學生的這個評鑑 所以效果真的很好 可是說教師評鑑自己的話 那是另外一回事 可能就是那些 互相之間有競爭啊 或是那個 嫉妒啊 或是什麼各種事情 都有了 可是學生評鑑老師 那是真的 我覺得有幫助 OK 簡單 但其實周平是我們副理師的路 不過我先講一下 關你不一定會一樣 但是可以聊一下 就是說 我先從我自己的觀察來看 就是說 以台灣我自己受教育 我過程裡面我看到很多這種 所謂 那個教育品質 跟經驗不夠理想的狀態 例如 OK 有的時候 老師造本學科 或者說 那個科目是 國考科目 所以他造本學科 但是學生就是 認真超脾氣 但是那不像是一個 真的在進行知識探索的方法 嗯 我後來 得到的感受 但是到高校門工作 看到 那些外面 感受到很大的壓力很痛 如果沒有動錯的話 應該一個主要的問題是說 這個他們的工作系統裡面 並沒有一些支持跟鼓勵他們 好好創造 以及發展的那個部分 最好的那個面相 基本上沒有被鼓勵出來 那不好的那些狀況呢 例如你說那個 照本學科啦 或者說什麼 他沒有機會被 呃 因為其實這種問題 不一定要靠懲戒來解決 他也許可以靠溝通來解決 例如剛才講的教師評鑑 如果他稍微 因為現在大概都還做人的行事 還沒有看證書啦 打幾分 五整地這樣 非常的一步可以 但如果呢 有一些比較民主化的 是說 例如每個學期 學期末 有機會讓學生 讓老師討論他的教學 或者回饋 或者討論 甚至說 一個科系的課程設計 能有學生參與 呃 這個共同討論 甚至設計 總之 如果大學更加的民主化 應該那種好的面相 以及合乎學生訓練 應該會被指定出來 那如果說公會的期望 我們是很支持的 但 為什麼 坦白講的確 就在外面可能看不大到 工會的角色在談這些東西 我覺得很直接的一個原因 是因為我們光是盲於 就是目前的實力對比啊 教育部大概是9 我方大概是1 跟2 大概是這樣 教育部跟各大學是一個聯合體 然後我們大學老師 光是盲著被解聘不續聘的救濟 教師法修惡 然後真的是搞不完 對 然後當然 好像 所以說他 然後我方的實力 比如說高校公會在專任人員4位 教育部專任人員 我想應該要至少200位吧 就是他 他一個人負責教師法1條 結果我答應我 他們大概可以5個人負責1條 我們一個人要負責20條 對 一樣 就是一個很劣勢的狀態 那當然就反映說 我們國家裡面的 勞工階級跟 統治階級的實力對比 其實正在講 因為我們沒有公會 像我相信在比較 自助健全的國家裡面 公會力量應該是很強的 因為他應該是有數萬會員 然後他可以有幾百個 專業的研究的地方 那我們現在完全要跟這個結論 就變成是非常的 然後處理個案 然後政策上的 但是如果你問說整體的改革 我覺得更加民主化 然後 讓那個好人可以出來 這應該是我們的希望 我補充 這是我非常同意你的第二個論點 就是學者要與社會對話 那但是我要釐清一點就是 高教工會現在做的事情 就是讓全國所有的知識分子 有機會與社會對話 所以高教工會是 試著要改善教師的勞動條件 教師的尊嚴 學術的自由 但是現有的教師評鑑 系所評鑑 校務評鑑 各種各樣的評鑑 或者是競爭情在江湖中 使得教師不敢走出校園 走入社區 但實際上呢 台灣社會的幾件重要的民主事件 或者是一些倡議 我們都可以看到知識分子 也就是說這些人 必須要犧牲他的評鑑 他的著作 去跟社會對話 有很多人沒有走出校園 是因為他必須要敢問 他必須要滿足 多如牛毛的評鑑指標 所以高教工會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這些障礙掃除 那我們會看到更多的 台灣的知識分子 勇於跟社會對話 不會擔心被停電 所以高教工會要直接跟社會對話 也有啊 這個我常常上電視的 有話大家說 你們在機場看就看到他 就是說跟社會這句話 確實很重要 但是也許高教工會更重要的任務 就是保障每一個老師 都可以跟社會對話 但是目前有很多人知道 另外一個就是 我也理念上同意 但是有點不同意 你剛才就前面有評論到 如果我們講太多 比如說華拉圖式的 可能就是空中隆格 但是我自己的期待是 我是拒絕寫那個 STI的論文章 我不寫這個 我經常是在社會的公共論壇寫文章 而且我希望所有的學生 都有機會談柏拉圖 甚至於馬克思 所以在我的學校裡面 可能有很多是經濟弱勢 在經濟上弱勢的學生 我覺得他們也有權利 跟台大的學生一樣 談柏拉圖 所以有的時候 某些所謂的 像我剛剛講康德 對不對 我也剛剛講到佩瑞大 我覺得這些觀念 讓我知道大學原來的精神是什麼 我不會忘記 然後我看到現實生活裡面 有問題 它違反了自主性 所以我覺得這些提醒 幫助我 就是不要忘記 作為大學的本來面目 或是不忘初心 所以談柏拉圖 如果純粹是一種 知識的想法 真的是不行 但是我是希望拿這個來 這個是一種 Normativity 來讓我看看現實生活裡面 距離這個標準 是不是差太遠 然後我提出批判 改變它 這樣 這是我的效果 雖然時間還不接近 我們標準的結束時間 可是我覺得 其實現在好像正熱烈 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可能也跟我們今天關心 怎麼去改變 台灣那些 主要有關 就是這個大學評議會 在法國 它是透過這個小組成員 假如是 Select Committee 他可能要決定審查的選 是不是大 那或者是三十個人的一個小組 這樣子的一個學門專業的 那是沒有訂定規則 或是像台灣有非常量戲的 評鑑的這些辦法 比如說要怎麼計算點數 或是要怎樣的收集和文篇數 然後哪一集和文 其實沒有訂這些戲的規則 而是透過專家在那邊看過了所有的資料之後做討論 是這樣產生出來的決定 是這樣子嗎 就是沒有那些細部的規則 這是我想要知道的 因為這個決定 到底是人決定還是 是透過靈性溝通還是說 其實還是有些規定 沒有那麼明顯的規定 就是我經常說 就是台灣的制度 好像就是在各個方面 是針對各社化的一種制度 這不是說我們不看這個 屬於一個人寫很多書 寫很多文章 大家都肯定會強調這方面 但是不一定會跟你們的 一樣的系統化的去定義 優秀研究的標準 謝謝 謝謝 Joseph 謝謝德國 我希望還有機會再代用茶 不用我聽 謝謝我和他 剛剛周教授和Sébastien 我和他剛剛周教授和Sébastien 所提拼的那個 質量 學術的 我覺得一個基本問題是 學術沒有任何好的辦法質量 你質量不了 你跟郭教授都是廢話 你沒有辦法質量它的價值 你只能大概判斷一下 誰最有發表權的 那就是專家 你這一專頁 只有你的同事 才真的能判斷你 那德國體系 比較靠近那種 我們那個紅包教學 你想我們算是比較自主 法律性 對 比較自主性的一種教學方式 所以我們大部分 當時內部的區域 都是教授 來設定的 這個當然有一些問題 可是至少他自己專業 質量比較能判斷 如果你有另外一個提示 你有外面的一個機構 政府機構 他不專業 所以他想加持一個他認為客觀的一個體系 你就是什麼都有 數字花 然後就自認一下 問題是這一種想法是錯誤的 好的社會學家都不會這樣做的 包含的是做通知的 但是你這是不等測試的東西 然後變成一個例子 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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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經費 是德國 研究協會 辦法 基本上他有 這裡台灣的 科技部的 內進角色 你跟他申請一個 科研項目 你只願意登記 你最重要的五個 主桌 你協會三百個 不所謂 他只要按照你最重要 你自己認為最重要的 無論出錯 他評論 我們也是這樣 代表性 代表性 所以他有一些方式評論 我們直接推動到亞 亞洲這個姿勢 這姿勢方式 變得太重要了 其實帶來很多的不好的 不好的印象 亞洲的姿勢 哪個地方 我覺得他最近 十五二十年 他越來越 注重 SSCI 等一些分數啊 然後他方方便便 在 在治療 你的工作 你的社會工作 然後 我了解 比如說你的 廷底 你覺得你大學 不應該是一個想要他 他應該對社會服務 可是一位教授 高級科學學家 覺得那麼長時間 得出 必須到高級跑 發言為了 吸引更多的學生 上大學 這是他的人物啊 這是他的社會責任嗎 我覺得這次 開始有大為回憑 謝謝教授 謝謝教授的 分享 剛回來不久的 助理教授 有何感想 很高興 兩者給我發言的機會 然後 就剛才這位先生 有所講到的 這個 亂降 高校亂降 深入 這個體會 我剛進來的學校的時候 資深老師就跟我說 欸 你這個 教學喔 就是 不要抓太緊 你逼太緊的話呢 學生你的評鑑就很差 就是 你的評鑑過就好 然後我們學校 有非常多的服務項目 所以 這個服務的分數 你也不用擔心 你一般管理所有的精力 來充研究 然後充研究的話呢 我們學校有固定的量 就是 雖然是 都是不同的科系 但是 欸 可能深層的話 你要有 六邊部分 然後你投了其他 就都是SCI 他有這個 指標 Q1 Q2 Q3 你要投這個Q1的 這個很困難 所以你可以這個 質量比較差一點 然後投Q3的 總之你的研究就是要 可以馬上生 生產出來 不要有太多風險 如果你要做什麼 你自己想要做的研究的話 等你升等完之後再說 對啊 升等完之後再說 然後呢 就是 欸 我們系上其實有 這個資深老師他 教學很認真 但是他對學生的評價也很嚴格 所以學生對他的這個分數也 就不會很高 然後通常呢 我的經驗啊 就是 你教的很認真 塞給學生很多東西而已 然後學生 沒有辦法吸收 他就會提名這個老師 嗯這個老師叫X 然後如果說這個老師 欸隨便教一教 但是分數都很好過的話 基本上也不會 不會有事情 就是在我們學校的狀況 然後 你是哪個學生 欸 台北科技大學 就是通常是理工科的 就是在你身體的進來 對啊 就是在你身體的進來 就可能 花山 對 走路就會倒霉 然後我自己認為 就是台灣的這個名鑑喔 就這位先生有講到的就是 都是 量化指標 只能看一個分數 但是這個分數不能反應現實 然後這個怎麼解決 我自己也在思考 嗯 大概是這樣子的感想 你至少有教學獎 那至少你教學表現好 好歹有教學獎 對 真的沒有辦法做 對 最後我們這樣講 這個節目做一個結論 我剛聽到你講那個 洪寶 洪寶 1810年 洪寶 洪寶成立了 洪寶 洪寶 柏林大學 那我很好奇 包括你的學校 巴黎大學 我們知道 現在的大學排名裡面 前30名沒有洪寶 沒有巴黎大學 前30名 大部分都是英國和美國的大學 然後有少部分亞洲的大學 新加坡大學 新加坡國立大學 還有什麼南亞 比東大學 還有香港 也就是說 世界排名最好的 沒有你的大學跟柏林大學 但是這兩個大學 卻非常優秀 當然你們有吃過 柏林大學 雖然不是全世界排名最前面 但是他們不在乎 他們也不在乎 SCI 可是 我記得國立大學 好像有29位 Norbel Prize winner 包括Einstein Einstein 他念的學校是瑞士 蘇黎是理工大學 也在前30名 也就是說 其實有很多的大學 不在乎大學排名 論文生產量 他們在乎的是創意 那台灣呢 卻喜歡 在乎大學排名 所以 台灣的很多的計畫 很多的評點 全部都是加起來 要為了讓 譬如說 台大 進入世界改大 一旦沒有經費的時候 就推到後面去 一旦有經費就往前面 這完完全全是一個 駕駛扭曲 這也是對大學想像的一種 就是 Linear Linear 好像是單線 可是大學可以是 Multiple 而不是一條線 也就是我的想法 尽管這次 你說得很對 但是我覺得 所有大學 包括我們大學 包括 我們今天的大學 我們都有壓力現在 就是 都有排名的壓力 就是 基本上 不可否定這個 不可否定這個事情 但是 當然 就是 英美系統 在世界上 現在是 就是 最 排名最好的 就是 導演的 系統 但是在 不論是在德國 或者是在法國 也有 另外一種 完全不一樣的 就是大學系統 就是 基本上 就是 比如說 在法國的 我們的 就是 學生 就是 搞中 之後 都是給你去大學的 我們也不會把他們刪出來的 就是 完全公開的 教育是 免費的 如果你們 像在 法國 在羅文大學 在巴黎大學 就是 巴黎的 實際上 所有大學都是贏的 你要 就是 每天去 學習 啊 就是 學費 學費 一年 圖到 兩百個國 兩百個國員 基本上是免費的 包括社會福利等人 基本上是免費的 免費的 教育 因為 教育不是一個 成品 但是 如果你說這個 教育不是一個 成品 之後 跟一些 什麼 學生 大學生 今年是 五萬美金的 學費 你怎麼可以跟他們 比起來 競爭起來 沒有什麼辦法 經濟的 就是 好處 不是在我們 我們全部不對 但是 我們還是免費的 給大家 這個教育的 在 巴黎的 你們想來巴黎的 就是 我不是說 真的是 就是深圳一個 大學 但是 你們就是想 國來金 這個課程 都是公開的 大家都可以去的 就是 這個 就是 不是一個 成品 這是一個 大家都可以 分享的 一個東西 我們當的 大學 改名 我們現在也有 這個壓力 這個壓力 給我們的 大學的 建設館 特別深刻的挑戰 因為 我們現在 沒有辦法 給 哈佛 我們 我們 就是 像有一種 老的人 就是 我不該說 這個自然是 社會主義精神 在裡面 就是說 知識免費 我們不是在一個 可能是 做牌的 一個精神 包括 很默化 但是 但是 我這個本來 知識 就是很美的 一個東西 就是 如果你就是 把知識當成 一個 托森公司的 一個產品 就是 你是問你 就是把 SCI 當成你的 新的商敵 就是在你的 火箱上 就是前面去 去 合手的 我們 就不是 生活在 中國的世界 所以 或許 每個地方 都有 世界觀 還有 文化的差異 但是 今天透過 法國大學 憑慰啊 Sebastian 他的經驗的交流 工程 至少在等今天 我可以 適合到很多 新的想像 還有一些原則 一些 會教育的 大學的 研究的一些 精神跟哲學的 一些想法 所以非常謝謝 Sebastian 還有兩位 民團者今天 來主張跟分享 以及大家的參與 希望大家 有時間還可以留下來 一起交流 或拍攝照 多個經驗 謝謝 然後Sebastian 是現在 本來是在 巴黎大學 地中文大學的 教授 那在台灣 現在 剛在中國研究中心 巴黎 剛在台北 恩望 的主任是 兩年任期 即將就要結束 所以 暑假就要返回馬里 那我們也在這邊 謝謝他特別抽空 來跟我們 分享這個主題 謝謝 謝謝 每個禮拜 我這邊的九個星期五 也歡迎大家 繼續在看 本事業的主題介紹 謝謝 然後歡迎大家 繼續來參加 謝謝